第625集 偏偏这根龙骨又见不得光 在上古凤族林明根本就不敢拿出来 连火烈石林明都不信任 何况其他人 如果没有火烈石这样的高手相助 只能靠木迁雪利用法则之力 一点一点提炼龙骨精华 效率极低 可现在不一样了 又木水天在 他那实力可是半步界王 比火烈石乃至上古凤族现任族长还强 木水天站在龙骨前 把龙骨上上下下打量一番 又深深看了一眼林明 目光中异财连连 真是想不到 这样的机缘都能被你碰到 如果当年能有这样一段龙骨 只好胜住的魂伤 前于圣地 不至于落的那般下场 林明微微行了一礼说道 麻烦木前辈了 非常感谢 林明知道 想要提炼龙骨精华可不是件简单的事 要消耗不少精力和元气 这算是个不小的恩德了 木水天摆摆手说道 哎 感谢就不必了 没有你 学到现在都要沉睡在魔方中 恐怕到我死都见不到他 这个恩老神记得 相比而言 为你炼花断龙骨算什么呀 若是你日后 真能重足我前于圣地 你就是我母家的大恩人 这恩情老神怕是一辈子都还不上 不过真到哪个时候 你怕是也不需要我的人情了 木水天说的这右手一挥 一尊三足两耳的大顶 从在须弥界中飞出 越来越大 这大顶发出一股强劲的犀利 笼罩了至尊龙骨 至尊龙骨反倒是越来越小 最后竟是被这顶给吸进去了 林明在一旁看得贴切 这赫然是一件灵气级的宝物 而且怕是在灵气中也是一流的存在啊 木水天收了至尊龙骨后 一伸手打出几十道印角 转眼间他和那尊灵气宝鼎所在的空间就被隔离开来 一层奇异的空间障壁笼罩下来 在这障壁上有无数的纹路在流转 如同淡淡水纹一般 林明认得这是时间法则的纹路啊 木水天隔离的这一方空间是为了开启时间法则 用来加速时间流逝 而看着阵纹的能量波动 林明估测这时间流速大概得有一比几十的样子 也就是说外边过一天里边过一个月 如此看来 炼化龙骨精华比林明之前想的还要困难一些 即便木水天来炼制也得相当长的时间 时间加速算不得很高明的时间意境 不过在大宗们的天才修炼中用的不多 只是偶尔用 这主要是因为啊 一来这个时间加速不能真正的延长寿命 十倍时间流速的空间中 进去一年就会老十岁 没什么意义 二来这样的封闭空间中 各种法则也会因为时间流速的不一样 而发生轻微的扭曲 参悟起来呢 会有少许的误差 短时间还行 如果长时间的参悟扭曲法则 那没什么好处 木水天炼化龙骨的同时 木千雪说道 林明 我之前说过 巨元体系和炼体体系本来就是矛盾的 尤其是在命运阶段更是如此 法体双修是逆天而行 如果吸收掉一半的龙骨 开启八门顿甲第六门后 你破九陨的难度 怕是又要提升一倍啊 你可清楚啊 我知道 嗯 这一条龙骨 有百丈长 沉重如同山月 就算只是提炼出精华 你也没办法一次性吸收完 我估计你吸收三分之一就已是极限了 剩余三分之二 我会用来入药 为你开启八门顿甲中最难开启的两个门做基础 也就是生门和死门 嗯 林明点点头 这有人教这感觉就是好 不用自己摸索 想当年如果自己接触炼体术的时候 有人在一旁指导 详细介绍着法体双修在命运阶段的恐怖难度 林明说不定就不会法体双修了 没人教一回两回背不住还能歪打正着 次数多了肯定走弯路 仔细听好了 我会教你苍穹霸点的口诀 这是一套全新的炼体法诀 虽然苍穹霸点是涉及到炼体七重 八门顿甲 道宫九星三个大境界的炼体法诀 可是它最大的优势还是体现在八门顿甲上 它比你以前练习的混沌钢斗精要好许多倍 这套法诀是当年我爷爷在秘境中寻到魔方的时候一起发现的 我选择法体双修的道路 也是因为有这套炼体法诀做基础 不过 我一来当初没有将苍穹霸点全部练会 二来我现在肉身已经被毁功力全失 没有能力撞刻苍穹霸点完整预解 暂时只能教你一部分 后续部分要重新取回苍穹霸点的预解才能告知你 穆千雪说到这儿 林明心中一动 这苍穹霸点竟然是跟魔方一起发现的 穆千雪说过 发现魔方的秘境十分神秘隐蔽 除了千语圣帝 根本就没外人知道 没想到其中不但有魔方还有苍穹霸点 不知道这二者有什么联系 林明还没来得及细想呢 穆千雪已经开始复述苍穹霸点口诀了 在穆千雪身前 一些天地元气的气流 在穆千雪的意念控制下 形成种种的符文和图案 这些东西是蕴含了法则奥妙 或是标明了炼体术的能量运转方式 一套传承功法 蕴含的内容博打精深 绝不是几句口诀就能涵盖的 而是由太多太多东西组成 想要把完整的撞刻下来 比参悟它更难 咱们看武侠小说啊 一整弄一个一百字二百字的 这个武学精药啊 拿来练 骑着咔嚓 就练成绝世武功 那纯是胡扯 林明按照穆千雪描述的 开始运转体内能量 这么一过 就是三天半 林明只是出窥苍穹霸点的神庙 而这时候 墓水天设下的空间障壁 被打开了 一脸眷容的墓水天 从其中走了出来 显然可经历了不小的消耗 在他身边 一尊灵气级别的宝顶 缓缓旋转着 金光四射 神兽这种天地灵物啊 如果他是活着的 哪怕他不反抗 也不是区区半部界 王级的人物能够杀的 炼化他的遗骨 都消耗不消 可以了 墓水天淡淡说了一句 手一挥 灵气顶自然打开 一串如同玉石一般的灵珠 从顶中飞出 在四周悬浮 这些玉石珠子 连成一片 有大有小 高高低低 像是宇宙中 按照神秘轨迹运转的星辰 一共一百单八颗 仔细算算 墓水天进入那一方独立时空中 正好一百零八天 炼制了一百零八颗灵珠 这是龙骨舍利 有名龙珠 顶级强者 是力强大的神兽 肉体骨骼被炼化之后 就会凝结蛇利子 实力越强大 凝结的蛇利子就越多 品质也越高 这段龙骨 我炼出一百零八颗蛇利子 你收好了 墓水天说着 这一百零八颗蛇利子 全部向林明飞来 林明手一招 全收起来了 蛇利子入手 滚烫无比 它的外表十分光滑 密度极大 显然浓缩了 无数精华 好了 旭儿 姑姑能做的 已经做了 我要去调养一下 剩下的交给你了 墓水天说完 随意一脚迈出 就穿过了逍遥宫的独立时空 离开了这处秘境空间 有听友朋友很好奇 说龙骨舍利 又叫龙珠 想问问里面有没有星啊 凑齐齐个 能不能召唤神龙啊 我只能说您这想象力挺丰富啊 好 谢谢啊 墓千雪 玉手轻轻一挥 从林明身边的108颗龙骨舍利中 取出三分之一 也就是36颗 说道 林明 你按照苍穹霸点的口诀运功 我将龙骨舍利打入你的身体 言罢 墓千雪手掌平身 占铃灌注到龙骨舍利中 一瞬间 这龙骨舍利就爆发出无比强大的力量 以肉眼难见的速度飞射出去 而他的飞射目标正是林明 36颗龙骨舍利 瞄准林明身上36处翘穴 龙骨舍利要改造肉体 吸收他的方法不是吞服 而是直接打进骨头里 这么沉重的龙骨舍利 又有木千雪的占铃灌入 那穿透力可想而知 哪怕林明防御力不错 在这龙骨舍利之前实在不够看 血花飞射 林明惨哼一声 身体直接被巨大的冲击力冲得倒飞出去 全身36处疼痛一起爆发 这龙骨舍利钻入肌肉 穿破筋膜 而后深深嵌入孤歌之中 一瞬间 林明全身流血 翘穴被撕裂 多处骨折 关节碎裂 韧带崩断 完全失去行动能力了 竟然是这么个吸收法 提前也不跟我说一下 林明有点无语 他现在全身无力躺在地上 能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血 从伤口鼓鼓流出 他现在全身 连手指头都动不了了 显然木千雪选择的 这36处俏穴极有讲究 一打出来 就截断了林明全身的韧带连接 木千雪道 你可能要躺一段时间了 要彻底吸收龙骨精华很不容易 不过你的身体 有龙髓之血打底 一两个月的时间 也应该能完成 我只是截断了你体内韧带筋膜 经脉却都是完好的 你现在可以继续运转苍穹霸点 两个月后 待你完全吸收龙骨后 就可以救世 开启颈门 木千雪说完 以时间法则 形成一方独立空间 把林明笼罩了起来 十比一时间流速 外界只要五六天 林明就可以痊愈 林明现在全身都疼 这种疼痛 不是因为他肉体被龙骨舍利打穿 才造成的 而是因为他身体中嵌入的龙骨舍利 在和林明的骨骼相互斗争 相互吞噬而造成的 龙骨舍利 想要吞了林明的骨头 林明的骨头呢 也在吞噬龙骨 这样的争斗 是名副其实的痛入骨髓 因为战场就在林明的骨髓中 好在林明早就习惯了承受这样的痛苦 再加上他意志坚定 还不至于受不住 林明的血一直就没止住 直到木千雪为林明的三十六处伤口 上了药粉 这才慢慢止血 可伤口却没有半点愈合的趋势 反而越来越重 以林明的恢复能力 哪怕是骨断金蛇 也用不了一个时辰就能痊愈 可现在有龙骨舍利箱在里边 吞噬林明的骨肉 那就不是短时间能够自愈的了 自愈一点 龙骨就吞一点 而后再自愈再吞 如果把龙骨比作水银 那么林明现在等于用自身的血脉骨髓 来溶解沉重的水银 一层层去消磨 这难度之大 可想而知 不管是吞噬龙骨 还是吞噬龙血 都不是把自身的血脉换掉 而是以人骨人血为基础 融合龙骨精华 让人体拥有龙体的特征 这难度当然大了 就这样 一天 两天 三天 十天 二十天 三十天 林明一直承受着疼痛的煎熬 一开始林明疼得死去活来啊 他能承受痛苦是不假 可连续十几天昼夜不停的疼 一直再强也接近崩溃了 不过后来 随着林明不断运转苍穹霸点 神念高度集中 全身能量逐渐活化 滋锐伤口 慢慢的林明觉得没那么疼了 二十多天的时候 林明感觉伤口的疼痛 逐渐转化为苏麻 三十多天 苏麻感都消失了 全身竟是舒爽起来 而龙骨的吸收 也变得一日千里 如此下去 莫说一个月 怕是不用十天 就能彻底完成 运转苍穹霸点的时候 林明感觉全身涌起了无数的热流 仿佛禁欲在温泉中 现在的林明感觉全身那些被打断的韧带筋膜 都在重新愈合 血肉更加凝联 又过了五天 林明全身酥麻 他身体轻轻一动 全身骨节就噼里啪啦作响 非常舒服 现在他感觉他身体的肌肉可以任意变化 变软时就像个橡皮筋 一用力就坚硬如同神铁 不过林明身上的三十六处伤口可没有彻底愈合 有些地方甚至没有知觉 显然那里的龙骨还没有被彻底吸收 不过这个过程 林明却感受不到痛苦 说到底 这痛苦是肉身的一种反应 修炼炼体术达到极高境界后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任意支配自己的肉身 以肉身驾驭痛苦 到第四十天 林明全身的伤口好得差不多了 而就在这时 他感觉自己体内能量突然融会贯通 自己身体三十六处伤口 发出了某种共鸣 能量振动连成一体 让林明忍不住 发出一声轻笑 冲击颈门 不用木千雪提醒 林明也能意识到 这一刻正是冲击颈门的绝好时机 林明的意念沉入精神之海 操纵全身能量涌向背心颈门所在 那一刻林明感觉全身经脉完全贯通 身体的血肉精华都被凝聚起来 如同滔滔海浪 一股作气涌向井门 砰 随着一声炸响 林明后心处的血肉直接炸开 林明身下的石床直接崩塌 乱石死射 他全身一动 骨节撞击的声音竟如同龙吟一般悠长 传出去好远 这种舒畅的感觉让林明无比的痴迷沉醉 八门盾甲第六门 井门终于开了 时隔数年 即提升悟性的开门后 林明再开八门盾甲第六门 时至今日 林明已经开启了 位于锁骨之间提升耐力恢复力的修门 位于脊柱龙骨提升力量平衡性爆发力的杜门 位于双膝提升速度的金门 位于双拳提升攻击力的伤门 位于大脑精神之海 提升悟性的开门 八门盾甲前六门的最后一门 位于后心主管防御的井门 如今也完全开启 再往后 生门死门并称生死玄关 虽然他们也是属于八门盾甲 可却相当于半个大境界 想要冲击生死玄关 可非一朝一夕之功啊 在苍穹霸典中 倒也有冲击生死玄关的办法 要配合两种丹药 冲击生门的长生玄丹 还有冲击死门的寂灭玄丹 修炼到这一步 林明再次意识到法体双修的艰难 修炼到现在 他已经不知道用了多少资源了 这些资源 尤其是至尊龙骨这样的东西 用于神军境的冲关 都会无比奢侈 不过林明吸收至尊龙骨 可不单单是为了冲击境界 而是改善体制巩固根基 打好基础 没有至尊龙骨 林明用一些刺一些的炼体药物 一样也能开启井门 甚至日后冲破生死玄关 只是接下来 要开启被称作逆天而行的道工九星 那希望就渺茫了 连当年的木千雪都被困在这个瓶颈 迟迟不能突破 法体双修的神域近乎绝迹 为什么 就因为这个 木千雪道 林明 距离进入一间秘境的时间 大概还有一两个月 这么短的时间 就算把石绝悟道果树给你 你也不能冲破九重命运 你巴允的时间还不长 积累不够啊 嗯 我懂 林明点点头 其实只要林明愿意 现在就可以冲九云 可是去凡九云 每一重命运都有它存在的道理 每一重命运对应舞者的眼界都不同 需要在对应境界的时候体悟天地法则 让自己的根基不断巩固 只有这样在九云的时候 才能真正乾隆冲天 化神九变 所以对天才来说 突破境界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天才比的可不是修炼速度 而是其他方面 刚刚开启颈门后 林明的身体还有些虚弱 毕竟经过几十天的重伤 骨肉持续被吞噬又修复 对林明的消耗极大 后来开启颈门 又消耗林明体内积蓄的不少精元 他没有一开始就急着修炼 而是潜心修养了几天 有龙随之血的支持 林明的恢复力非常惊人 很快他的身体状态就达到了巅峰 现在的林明在黑暗空间睁开双眼 如果爆发出他的气势来 两道目光就如同闪电刺破虚空 让人不能直视 他身体的肌肉线条愈发完美 如同高山流水一般流畅自然 现在林明入狱 出水后根本就不需要擦身体 也不需要用火系真元去蒸干 水流就会自然沿着林明身体的肌肉线条 流下来不流半点 仿佛林明的肉体是纯净的琉璃一样 而一般人洗澡 出狱后全身都沾满水中 这是典籍中所记载的极高境界 所谓肌肤相逆 妙弱莲花 不染于水 达到这个境界的舞者 除非寿源将近 生命之火将近熄灭 经历天人五衰 这种异象才会渐渐消失 也就意味着肉体老化 不再是完美灵体了 之后的时间 林明一直在逍遥宫中修炼 苍穹霸典中不但有炼体术 还有一套战技叫苍穹百虫浪 可以让舞者施展战技的时候 力量倍增 用拳剑刀枪都可以施展 林明用的自然是枪 在修炼苍穹霸典的时候 逍遥岛特产 那实觉悟道果酿造的果酒 林明自然不会错过 喝了一口果酒后 这丹田就充斥着一股热气 直冲天灵 让林明的食海都有些不清醒 有一种醉醺醺的感觉 不过这种感觉下 半醉半醒 处于几乎无意识的状态 脑海中没有半点杂念 类似于深度催眠 可以发挥出身体 平时被主意识压制的潜力 最适合修武 也不应该发挥出身体